谁能想到左飞居然也是个老六 在对抗怪兽的时候玩了一招 声东击西 一个M78偷袭打败了怪兽 今天阿泽给大家带来的是 光之国的番外故事 这里你可以看到左飞的布奖伍德 能看到初代解锁布斯之身 还能看到怪兽与奥特曼和平相处 共建光之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美洛斯奥特曼 这一天初代在宇宙中闲逛 突然间遇到了自己TV中的大boss 杰盾 因为初代在自己的剧场版中 已经消灭过杰盾 所以这一次他没有害怕 直接冲上去硬钢了 动画版还是比特赦版本的表现力好太多了 其实不光初代出事了 在宇宙的各处 杰克奥特曼 泰罗奥特曼 艾斯奥特曼 阿斯特拉甚至都被一个奥特曼踩在脚下 那个奥特曼紧接着现火的原型 原来是加卡鲁大魔王 有个疑惑啊 要知道加卡鲁大王变身的都是那些奥特曼的速敌来击败他们的 打初代变成杰盾 打杰克没看出来啊 打泰罗变成了巴顿 打艾斯变成了艾斯杀手 怎么打败阿斯特拉是变成奥特曼呢 他变的是谁 难道是 之前所有击败奥特曼的生物都是由加卡鲁大魔王变化的 而在城市中 加卡鲁大魔王正捏着另一个奥特曼幻化的人间体逼迫佐菲现身 佐菲带着同伴丝毫不敢变身上去打架 而在背后的奥特之母感知到了一股力量正在到来 天上出现了一团红色的光芒 随后一发闪电从天而降 将正在光注国对普通群众斗手的加卡鲁击倒 刚到的巨人也不废话 直接一个安杜鲁美洛斯激光射向的加卡鲁大魔王 加卡鲁大魔王一个猝不及防直接被打飞 随后安杜鲁美洛斯拿出腹部的飞镖用力一甩 将加卡鲁大王的手下砸兵击杀了许多 随后一发安杜鲁N75光线消灭了天空中巨量的砸兵 安杜鲁美洛斯卸下装甲露出了本来的面貌 随后安杜鲁美洛斯直接杀去了加卡鲁星 整个奥特异族与加卡鲁一族发生了大战 加卡鲁大魔王自知不敌跪地求饶 美洛斯也饶过了他 谁知这一切都是加卡鲁大魔王的阴谋 美洛斯转身之际 加卡鲁大魔王直接上前强行拆掉了美洛斯的铠甲 随后一发光线战胜了美洛斯 打赢了的加卡鲁大魔王非常嚣张 正在对宇宙宣示主权的时候 谁知道背后美洛斯奥特曼再次站了起来 出了左飞M87的光线姿势 直接把加卡鲁大魔王打成重伤 硝烟散去 从美洛斯的铠甲中钻出来的居然是左飞 这是左飞M87光线真正的威力 随后左飞双手一挥 将所有的奥特兄弟全部复活 加卡鲁大魔王还不服输 再次蓄地破坏光线 但这次奥特兄弟都在 联手释放技能 杰克释放了希赖拿马射线 塞文滑水释放艾梅利姆光线 艾斯释放了梅塔利姆光线 而泰罗则是给大家看了他的法宝 接着五道光线的命中 加卡鲁大魔王便彻底灰飞烟灭了 加卡鲁新的众人 见到自己的首领死亡之后 便投降撤离了 这段动画是来自于 《雷守山》创作的漫画《奥特曼》中的剧情 这部动画其实是受到远古认可的 远古在后续拍摄的《麦克斯奥特曼》中 本想让美洛斯奥特曼登场 但因为没有取得漫画的版权 所以临时换成了杰诺 这是为什么杰诺的形象 和美洛斯这么像的原因 你见过初代杰索最强不死之身吗 你见过碾压团面奥特兄弟的 超级怪兽双煞吗 在这部官方出品的动画中 你都可以看到 这是一部由日本青龙中 大量圆班人马配音的动画 故事也是从祥和德开场开始 地球人已经加入了银河联邦 这次是由地球人举办的格斗赛 第一个登场的 就是我们的初代奥特曼 而在北银河基地 杰克泰留他们几个人 正在武装自己 在一众奥特兄弟当中 居然混进来了一个艾斯杀手 中人打算前往会心去查看情况 在路上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此次的行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甚至艾斯都还在开着玩笑 而在竞技场那边 和初代对抗的对手 则是美菲拉斯大魔王 从博士的口中我们可以得知 这次的对抗只是一个表演赛 就在这时 美菲拉斯大魔王来了 美菲拉斯大魔王 完全没把这次的战斗 当做一个表演赛 上来就是框当一拳 将初代狠狠地砸进了墙壁中 随后又上去补了一拳 连解说都在呼喊 带带解说立马开启了防护罩 而此时 赛文也出来劝说美菲拉斯 而美菲拉斯则是一脸的无所谓 他表示 要是赛文上 他一定会把赛文揍扁 然后又继续对着初代大打出手 而初代也决定开始还手 随后取下肩膀上的臂章 戴在头上开始变身 随后就和美菲拉斯大站在了一起 而奥特兄弟那边 他们正式面对的那颗会心 艾斯杀手一发光线 直接对着了会心 可谁知道 这股光线居然没有对会心造成任何伤害 泰罗剑撞决定自己亲自出手 一个暴戏进入了超级塞尔人第二形态 一个斯特尼姆超光波 成功将陨石打碎 陨石爆炸之后 从中冒出来一个会心怪兽 双煞 随后双煞开始疯狂作乱 先击败了雷欧和阿斯拉 随后又砍断了艾斯引以为傲的剑 将艾斯也击倒了 泰罗、杰克和艾斯杀手 联手释放光线想要击败双煞 却被双煞把光线全部吸收 一段时间过后 双煞再次变成一颗陨石飞向地球 而在太空中 他们六个全都被击败 漂浮在空中 泰罗用尽最后的力量 释放了奥特签名 讲述了这边发生的情况 在奥特之父那边 佐菲和奥特之父观察到了签名 奥特之父开始担忧了起来 害怕那只怪兽 就是传说中的那只 以吞噬星球获取力量的怪兽 转眼之间 双煞就到达了地球 而此时地球上 初代还在和美菲拉斯大魔王战斗 决斗场的防护罩 也承受不住他们攻击的余波 场上的观众都被打跑了 对到两人决定一决胜负之际 双煞从天而降 众人决定一起上去解决双煞 这只双煞一个爆气 就几乎干掉了所有人 整个竞技场都被摧毁了 烟雾散去 场上站着的 就只剩下初代和美菲拉斯大魔王了 原来刚刚双煞的那个无差别攻击 是为了区分开在场人员的实力 找出最强的那个 美菲拉斯大魔王虽然负伤 但还是一拳揍在了双煞的脸上 双煞丝毫不在意 眼睛里只有初代 初代飞向月球 绑双煞从地球引开 到达了月球 双煞再次爆气 初代也同样开始爆气对抗 双方释放出了终极技能 但也互相躲开了 初代冲上去一套连招 但都被防住 反而双煞的反手将初代击弱 美菲拉斯大魔王此时也赶到了战场 却发现他的眼睛都跟不上 双方战斗的速度很明显 初代落入下风 被双煞各种吊打 多亏美菲拉斯大魔王 在关键时刻领悟到了双煞的位置 一个技能打断了双煞 而初代也抓住了这为数不多的机会 先是一拳打穿了双煞 随后一个闪身来到双煞背后 一方聚能超光波 零距离发射 将双煞消灭 三文和杰盾此时姗姗来迟 谁知双煞根本没事 反而还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力量 直接把初代按在墙上锤 三文和杰盾见状不妙 王子战法疯狂攻击 可双煞根本不把这些攻击放在心上 人类战机也变身加入战斗 但依旧没有对双煞造成任何威胁 双煞这一机还是命中了初代 月球多因为这一机被打得知灵破碎 此时的双煞已经完全没有了他本来的样子 反而更像是青荣朱里的杀戮 双煞一手捏住初代 以用力初代的强化万招位就被捏爆了 初代倒下了 美菲拉斯非常愤怒再次发动攻击 被双煞一招秒杀 双煞对着初代再次一发光线 将其打入地球 地球上 爱迪和人类一起寻找着初代的身影 终于将其救了出来 而双煞也来到地球 引发了火山 海啸 龙卷风等自然灾害 他想把地球变成一颗彗星 再次继续他的彗星之旅 人类和奥特曼决定联手对抗双煞 最后他们就出动了 两个奥特曼 一个机器人 见面就开大招 可对双煞来说 却是不痛不痒的 就在众人不敌之时 双煞被呼喊 双煞就放开了这边的众人 飞出了地球 原来是美菲拉斯杏人 他装备了一个很危险的道具 可以增幅几十倍的力量 他想用这个消灭双煞 随着道具的发光 美菲拉斯杏人变成了一个黑漆漆的形象 直接对着双煞冲了过来 可美菲拉斯还是无法破防 双煞反手一个灌机 就打在了美菲拉斯身上 余波摧毁了半个卫星 美菲拉斯身穿着几十不增肥的装甲 确实和双煞打了一个五五开 但在几招过后 虽然美菲拉斯击退了双煞 但自己身上的装甲 还是出现了问题 爆炸了 初代也在此时苏醒 赶到了战场 美菲拉斯已经递劫了 初代安慰他说 可双煞就站在他们背后 静静的看着 强行进入了黄金形态 这个形态下的初代 三分钟如果不解决战斗 就会红飞魄散 初代抓住时间疯狂攻击 直接一拳就击退了双煞 这次的双煞再也没能站到上风 勉强斗了一个五五开 但没多久 初代就闪起了红灯 晕厥过去 晕厥过去的初代 一股子保卫地球的信念 突然迸发了 这股信念逐渐实体化 变成了装甲安装在了初代身上 双煞一拳上去 击中初代 反而自己的拳头崩坏了 双煞不敢相信 再来了一招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正面击中了初代的近视器 可初代还是一动都没动 双煞根本没有对初代 造成任何伤害 初代反手一个超光波 就将双煞打成了碎片 最后初代带着 美菲拉斯大魔王的尸体 回到了地球 如果光之国的人 都变成了卡通人物 会发生什么事呢 阿尔泽现在给各位带来的是 M78的剧场版 爱与和平 这是一部子共向的剧 里面的人物形象和刻画 没有斗争也没有烦恼 每天只有欢庆和娱乐 这天大家聚在一起 举办一个仪式 纪念初代奥特曼的伟大战绩 随着初代的脸裂开 里面的小怪兽和小奥特曼 都开心的欢呼了起来 而随着聚在初代雕像的路面 光之国欢庆会开始了 达达担任拉拉队 疯狂的挥舞着手中的道具 而贝斯斯考特查克 这三个美国奥特曼 则担任了舞蹈队 赛文 赛阿斯 甘达和 二次元怪兽加巴顿 以及我们的满门中列巴尔坦信仁 迈着整齐的步伐步入会场 奥特之父 奥特之母 以及奥特之王 在高处向大家挥手 加巴顿虽然变小了 但还是延续了 他在TV中喜欢睡觉的形象 直接在半路睡着了 巴尔坦信仁起初没看到 直接从他身上走得过去 后来发现不对 用钳子夹了他一下 把甘达夹行 倒计时开始了 赞文 奥特曼慢慢的走到前面 活动了身体 然后将手指放在了一个木板面前 倒数第二个灯亮了 大家都紧张的咽了一口水 连齐也的手都在颤抖 终于 最后一个灯亮了 三分钟倒计时开始 齐也把第一个推板按了下去 多农米骨牌的推动开始了 这倒下的木牌似乎蕴含着魔力 只要它们经过的地方 地面就会长出鲜花 喷泉会喷出泉水 就连烟花也在绽放 最后一块木板倒在了 巨大散文的脚下 按下了巨大散文脚下的按钮 巨大散文扔出头飘 砸中了远处的木板 多农米骨牌的行为继续 地面缩小化的赛文 开心的庆祝了一下 就在这一片祥和之际 地面突然裂开 格摩拉转了出来 这可把赛阿斯吓坏了 观众席下的众人也吓坏了 倒不是担心格摩拉作乱 关键是他把骨牌推倒 赛阿斯赛文和巴尔坦仙人 疯狂的追逐着 倒下的多农米骨牌 幸好甘达眼疾手坏 从天空释放冰冻技能 阻止了多农米骨牌的逆向推倒 巴尔坦仙人立马开启分身技能 配合赛阿斯赛文 把倒下的骨牌扶了起来 都扶起来之后 赛阿斯终于累倒在地 长舒了一口气 刚坐下的他 突然发现木板根本没有解除冰冻 赛阿斯立马着急了起来 甘达和赛文上去扶住了他 让他释放了解冻光线 将骨牌恢复成了原样 刚刚好 让既定的路线没有受到干扰 众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两个巴尔坦也在对着哥摩拉责骂着 终于骨牌全部落下 露出了一个甲巴顿的形象 初代雕像从眼珠射出一道光线 命中了纸牌上的甲巴顿 把二次元怪兽甲巴顿 再次实体化到三次元 甲巴顿开始缓慢地爬向终点 随着他的习性还是试睡 爬到半路就直接睡着了 众人非常失望 奥特之王和奥特之父奥特之母 也都站了起来 赛文和赛阿斯疯狂地拉扯着甲巴顿 可根本拉不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众人也越来越难受 就在这时 巴尔坦先生想到了 和他们一起行动的小甲巴顿 直接一脚就将憨碎的甲巴顿弄行 而场地中间巨大的甲巴顿 也瞬间进行 立马跑到了终点 重新变回了骨牌 组成了初代变胜的样子 欢庆也圆满完成了 只有甲巴顿在追着巴尔坦先生打 其实我说实话 无论是赛阿斯自己的剧 还是这个地方 赛阿斯都是正常的 怎么到了奥特银河格斗3 就和博弈那一次混在了一起 成了三傻呢 今天是初代的表演会 初代表演的是魔术 美丽的李依小姐 皮股萌送上道具 一颗草莓 初代拿出布拦住草莓 然后将其变消失了 随后皮股萌送上了第二个道具 一个苹果 初代再次拿起布 将苹果变消失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是初代吃下去的 最后皮股萌送上了大西瓜 初代再次将其变消失了 但因为这次的食物过于巨大 初代的肚子也不堪重复了 在遥远的怪兽墓上 到处都是鬼魂在飘荡 初代拿起吸尘器 开始清理这些鬼魂 大量的鬼魂围住初代 初代直接把吸尘器 开大公寓全部吸走了 但貌似吸尘器的后背仓库 也爆满了 最后一只鬼魂飞来 看到初代就打算逃走 但初代没打算放过它 又将它吸了进去 终于后背仓库被撑爆了 一只超大的鬼魂露了出来 初代只能逃命 某一天初代正在草边上 一个人悠然自得地吹着泡泡 一只类似于佐格的小怪兽 吊着一只更大的吹泡泡的圈 到处跑 吹出了更大的泡泡 泡泡生成之后 随着风带着地上的花朵 一起飞向了空中 佐格看到初代非常开心 让初代狂奔而去 却一个不小心 在初代的背后摔倒了 嘴里吊着的圈 随着这一个跟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泡 将初代装入飞向的空中 初代就在泡泡中 和花朵一起向远处飘去 在空中 他看到了很多在地面上玩耍的怪兽 和奥特曼 无论是正在干架的 雷欧和基拉斯双胞胎怪兽 还是正在发带的泰罗 都抬起头看向了天上的初代 有一说一啊 泰罗太开了啊 初代继续飞着 他还看到了在家看书的金骨桥 佐格在后面一路追踪 却没想到走到了海边 掉入了悬崖 初代还在飘 这次他飘到了海底 看到一个洞穴里面有一个饭店 古威拉正在和佩斯塔吃饭 而基拉斯正在给他们做饭 佐格找不到初代 多亏了格拉斯 送给了他一盏灯 佐格开心的又叼着灯走了 终于他再次遇到了初代 两人汇合在了一个贝壳处 贝壳吐出了大量的气泡 将他们吹回了水面 两个人都进入到了一个气泡中 缓缓向高空飘去 突然巴顿来袭 一个着击就将气泡击碎 两个人坠落在地 哈哈大笑 此时一个靓仔出现了 迪迦登场 他是出来找老丈人的 迪迦悍显了老丈人 在简短的道别之后 迪迦便带着老丈人和佐格分开 各回各家去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还想看什么 比较稀奇古怪的奥特曼剧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